谢谢洪委员的密友赞 陈德确实是诚惶诚恐 今天非常高兴洪委员的邀请 能让陈德有这个机会 到我们校庆学堂 也是跟我们洪委员 跟我们陈老师 还有我们洪夫人 还有我们这些知识人人 还有这些同学们 大家一起来学习 因为诸位同学 这么年轻 就愿意来深入老祖宗的文化 这个是善根很深厚 这个善根是超过陈德 陈德也是25岁 才遇到了好像教诲 才开始学传统文化 所以人生是与缘不同 缘分很关键 以前我们也学过 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那论语第一句说 学而实习之 不义乐乎 不义乐乎 我当时就觉得 好像不义苦乎 怎么会乐乎呢 后来遇到老丈的教诲 才知道 这个真的 每一句经典的教诲去做完 我们可以烦恼清啊 智慧可以增长 那这个乐乎啊 这个快乐 真正的乐啊 是从内而外出来的 烦恼清智慧长的快乐 包含自己很成长的一种喜悦 这是从内而外删出来的 那这一个认知啊 也是来自于 净空老丈的教导 我们没有老师的教导啊 可能人生的方向都会错了 所谓努力有结果啊 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在科学家里有讲的 一个人一两岁的时候啊 平均一天校180次 成年之后啊 平均一天校七次 那这个科学数字告诉我们什么 人会越活越校不出来 那大家有没有遇过亲戚朋友说啊 我这么努力的读书 这么努力的工作啊 就是为了越来越校不出来 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亲戚朋友 除了他精神有问题了 不然不可能 每一个人这么努力读书工作 就是为了人生的幸福 美满快乐是吧 可是结果假如是越来越校不出来 那这个方向对不对 他确实有努力哦 所以科学家这些数字都在提醒我们 努力的方向要对 所以我们可以做生的社会 包含 你看统计出来 十九世纪啊 最严重的是心脏病 二十世纪年最严重的是癌症 二十一世纪年最严重的是忧郁症 忧郁症是胸病 心要已有 你看人越来越笑不出来 其实脑上点出来了 真正的热不是从外面来 外面来的叫刺激 你看你们这么年轻 就能听到这些判断 我以前在你们这个年龄都不懂 向外卡拉OK的费用也花了不少 其实你看越玩乐 内心可能越恐虚 所以真正的热是从内而外 你看孟子有三热 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 这是天文之热 两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人 这是良心的快乐 其实人开始 做了跟良心违背的事 这个心上就有点东西了 然后做了以后害怕别人发现 说还是要掩饰 这个就不自在了 一样 这样子 这就是从内而外的快乐 第三是得天下英才而交之 这延伸开来 就是对他人 对社会有贡献 这个就是为善罪恶 助人为乐 所以我们落入了一种 从外面找快乐 那个叫刺激 而且刺激的强度要越来越大 因为外面来刺激 都是欲望的满足 但是大家想一想 欲望能不能满足 欲试深渊难 这个方向出来 就越先越深了 所以越来越想不出来 所以落入什么 求不得的痛苦 古人说知足常乐 所以这些话 其实都指标了人生的方向 不能靠错了 所以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 我们的慧命来自于老师 所以这个父母老师 对我们的恩德最大 结果没有遇到老和尚 我这个人中这么短 这是短命向 今天都不一定能跟大家见面 所以这个不是生命 慧命都来自于老人家的旧把 那今天有幸来到孝静学堂 跟大家一起学习 因为老和尚有说 孝是中华文化的根 静是中华文化的本 那具体的对象 孝是落实在父母 静是若是在老师 事实上再延伸开来 无量寿经说 当孝于佛 常念师恩 师徒如父子 这一句话也是来自于论语 孔子说 回也事于由父也 年回把我当成像他父亲一样 所以叫师父师父 那论语开篇也说 君之物本 本利而造神 所以诸位同学这么年轻 就愿意学传统文化 那我们用功啊 要用在根本上 就好像你去椒一棵树啊 椒花啊 你不能椒在叶子上面 要椒在根上 所以我们掌握 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 就是孝将儿子 那我们对父母要孝将 最好是要孝将 传统文化是世道 我们看 学传统文化儒家的代表 学得最好的 炎灰夫子 炎夫子 有一次跟孔子走散了 后来炎灰最晚回来啊 孔子是挺着急的 后来看到炎灰最后回来 脱口而出啊 哎呀我以为你死了呢 其实这个是太高兴了 讲出来的话 炎灰说什么 只在回也何敢死来 夫子你在我弟子怎么敢死来 就是炎灰非常清楚 孔子对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后代也证实了炎灰的眼光哦 上下五千年 中华五千年文明 靠孔子承传下来 诸位同学 我们中华文明啊 在静代也出现 沉传的危机哦 以前这个乱 都乱在朝廷的乱而已哦 现在乱到哪了 乱到父子冲突了 兄弟冲突了 这个是因为文化没有沉传 所以我们也要想法孔子 知其不可违 而为之啊 把文化沉传下来 把文化沉传下来 而我们要能把文化学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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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能很好的向老师学习 当然这个老师不能随便找 我们看佛家讲 安赖问苏佛及兄弟们 从明师受见 明白的老师哦 现在是末法 邪师说法 如恒河沙哦 我最近听完台湾很多年轻人都跑邪教去啦 一批一批哦 你看我们要有会员判断明师哦 你看孔子的风范就是判断 要能温良公简单 释迦牟尼佛教导也是判断 要不贪不撑不吃不闷不移 来判断 我们的法山会面容不能随便交出去 而金空老和尚是有传统文化 基础的最后一代人 他有读过世俗啊 所以我们能有这样的老师可以医治的 这个也是我们的福报 连论语里面 纸张问孔子怎么学道 纸张问善人之道 善人跟修道人还不一样吗 这个连此大师有一段话 这个同学们可以感受感受 照业则摆 这个世间造作恶业的人不少 罪名逐利啊 这些贪争痴难 这都是照业啊 照业则摆啊 行善者才一两个人 行善者才一两个人 行善者摆啊 向道者才一两个人 因为行善的人 他不一定肯改他的脾气哦 肯改他的喜气哦 是吧 但向道的人你不改喜气 你脱离不了轮回啊 你这个喜气在的话 就把我们揪到轮回去了 你这个贪念只要还对 任何的人事物有贪 就出不了了 所以向道要对峙自己的喜气啊 所以佛式的主要建筑叫大雄宝殿啊 什么叫大英雄 肯战胜自己的喜气的大英雄啊 你看拿破仑打了那么多肾脏啊 对自己的喜气没者哦 所以这个行善才提升是向道 但向道者一百人呢 可以兼九者一二哦 那有恒星坚持的才一二哦 他兼九者一百人 兼之又兼 九之又九 直至菩提 直至成佛者有一两个哦 这一段话大家听了有点 头有点晕哦 我用一个数学来呈现 大家就比较知道了 百分之二 一二我们就算二啦 百分之二乘以百分之二 乘以百分之二 一分之十六 一亿个人里面真正修道人 十六个人 诸位同学 你们一定要做这十六个人的梦 要有这个志向 尤其啊 大家的姻缘呢 真的是万宗 十万宗 百万宗悬疑 因为我走过全球很多地区 基本上全球的华人 我接触的蛮多的 拥有最好的姻缘 接触中华文明 是台湾的 职人 这个是宝导 所以大家的缘 比承德好 所以承德是掏砖引玉啊 你们用功啊 一定超过我 我的姻缘也没有其得 比你们早 那 子章问善人怎么修道 孔子说明 不见姬 姬是足姬 你不踏着老师的脚步啊 亦不入于世 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叫 灯堂住世 这个是 也是论语里面的 这个有人在嘲笑子路啊 因为孔子有批评子路啊 其实啊 被老师批评的学生 是老师很放行 他才敢批评 结果其他的同学 不懂得老师的心啊 对子路有批评 孔子说灯堂以啊 这子路是已经灯堂了 你们不要瞧不起他哦 未入于世以啊 所以要能登堂入世啊 就要很懂得老师 在做什么 来搁着他的脚步啊 能登堂入世 而且父母跟老师啊 是一生要成就我们的 所以老师一定啊 会把他走的弯路啊 在讲学当中还劝我们 那我们肯定话呢 少走弯路啊 所以了解自己要学习的老师啊 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交流这个题目 所以我们对敬老 他对传统文化教育的贡献 我们要跟他学习啊 心跟心就相应了 我们做他要人家的知己 知音 他叫什么 你马上心里就能了回来 好 那首先第一呢 重视根本 强调扎根教育 这是真知足见的 指出中华传统文化 大根大本是孝敬 若是在孝道施道 老人家身体力显了 将孝勤尊师持恩报恩 表演的灵力尽致 康慰众神坎摩 这个真知足见呢 也是老人家用心观察 而且观察了几十年 老人家讲究的时候说啊 他们上一代人 出了很多高深大德 为什么到了他们这一代 就很少了 他观察了几十年了 最后观察出来了 因为他们这一代啊 不是从小扎根 缺乏传统的文化基础 而这个传统文化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孝勤尊师的根 所以为什么他老人家 一直在强调要扎三个根 根生地固满 才能直返业貌 我们没有物本 君子物本 你没有从根本下功夫来 那我们学的结果就变成 舍本足目 本末到自然 曾经推展文化 比较早期的这些前辈 他们推了一段时间 结果发现啊 这些学生读了非常多的经书 都是算几十万字的经书 结果呢 对父母老师不公正 他们去香港请教老上 他们读了那么多经典 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老上说你只教他们读经啊 你没有教他们去落实孝道 落实尊重老师呢 他就变解写不相应 哇 读了那么多经典啊 开始没有去写 因为他不懂经典 那这个就是弟子归说的 不立想办学问 张浮华 张傲慢 那就成何人 就成不了人才了 所以这个也是老法上点拨他们的 你们不能只让他背啊 增长他的才华 忽略了孝清准事的根本 所以这个是导人家的真知作鉴 互念这几代人的道业 互念传统文化的发展 包含 李宾安老师呢 把无量寿经晦记本 传给老儿上 老儿上遇到的挑战非常大 毁谤五路啊 排山倒海 但老儿上说呢 这本子是老师传给我的 全世界都不弘扬 我一定弘扬 我不弘扬 我就被师叛道了 再大的困难 再大的困难 答应过老师的承诺 绝对不退缩 这表演的淋漓尽致 而且大力提倡举办 祭祖祭孔 新建万幸祖先纪念祂 将传统文化的孝道师道 宏传到全世界 陈德尔也曾经说过 这老儿上是真正中华民族的孝子 这文革的时候啊 老儿上听不到这个消息 几天睡不着教华 因为中华文明的庚是孝啊 这个中词一破坏了 这个庚就没了 曾子曰 圣中最远 明德归后患 不能把这个中词都给破坏掉 所以非常忧心呢 后来下出了一个好法子 叫百姓祖先纪念祂 希望每一个姓氏都有纪念祂 比方这个我们有李同学 你们李氏出了很多人才 首先是老子是吧 还有李世民进去 你一进到你的宗旨里面啊 这几千年来 所有流明清世的祖宗牌位都在哪里 你一走进去啊 马上深呼吸 哎呀 我不能给祖宗丢脸啊 这是老华上的构想 而且你们身上都有祖先的DNA 你们要学习比较容易 大家有没有查一查 祖上有哪些圣贤人 记得要查 现在Google很方便 我们认主归众 这个孝经说 无念而主欲修觉者 念着我们这些祖先呢 效法他们的德行 那你看老和尚 他为整个明祖在作响啊 他也印证了孝经说的 孝剔之自然 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你看老和尚对自己 宗华祖先的孝心啊 哎最后 这个感动了那么多的弟子 在各地办万性祖先纪念 因为后来一了解啊 有两万多的姓氏 所以现在很多近中学会啊 他是跟万性祖先在一起 每天念佛诵经啊 都回想给祖先啊 哦这个子大笑啊 而且你看不只光于各地华人的地方 甚至于在英国伦敦 在英国海军院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厅呢 在英国海军院办祭祖 而且是祭世界各名祖万性祖先 哇你看把孝道 也在英国海军办祭祖 你看把孝道师道啊 送到了英国法国 你看将近快两百年 英国法国用大炮打我们啊 你看我们以德报怨啊 我们市长老人家是用最好的文化 回敬给他们啊 所以这个老人家 对自己的民主 对世界做出贡献了 再来顺应现代人的根性 为我们挑选出啊 如是道的三个根 我们要怎么扎孝清尊师 具体啊 三部经 第四规太战改变 十三叶道经 如是道的三个根 重视伦理道德英国教理 奠定四处世间成就的根 而且呢 这个指导啊 也都有经典依据哦 所以真正的老师啊 他也效仿孔子哦 数而不做 都是有经典依据的 佛在涅槃前也交代 是依法不依据 这都是很重要的教会 那这个 因为在《观无量寿经》里面 韦提西夫人呢 她遇到了家庭变故 她的儿子呢 杀父害母 她觉得这个世界太拙恶了 她希望 用现代的话 希望移民 移民到其他的国度去了 那佛陀呢 限了整个 宇宙的很多佛国度啊 结果她很有眼光 她说我要去极乐世界 佛就告诉她 三世诸佛静焉正焉 三世诸佛都要照这个教会 才能成佛 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而这个三佛第一佛 就是人天佛 我们做到了 才是善男子善女人 那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了 你不求世间果报 都无一向极乐世界 就能往生了 《弥陀经》里面 常常好几次都善男子善女人 标准就在荆叶三佛第一佛 那孝养父母奉仕师长 若是在弟子规 慈心不杀若是在太上海边 修十三佛落实道 十三佛到前 好 那这个 这个老和尚的智慧 给我们指引这三个根 再来老人家率先垂范 九十多岁时说 因为还有弟子的问题 老和尚 那时候老和尚九十四岁 这个扎根要扎几年啊 老和尚可能感觉到 他不够重视 所以老和尚说 我到现在还在扎根啊 晚年大力提倡一条龙的教育理念 洪护人才啊 从小扎根成就人才 提出办一条龙是 根本就文化的途径 我们现在办一些传统文化课程 那个是旧集的 大家天然都会善根流入 救济 可是要真正成就 像老和尚这样 教化一个时代的龙像 那要从小 甚至从开教 所以老人家 九十多岁讲经 多次都提到 当然这些话 对我们很重要喔 说到跟我十几年 二十几年 在财色名利面前啊 过不了关 这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不是从小扎根的 然后他们都是 中属存心啊 都是包容别人 然后体会到 不是从小扎根啊 要抵过现在的财色名利啊 太容易 请问大家 我们现在外面的诱惑 比一百年前多多少倍啊 光是这个手机啊 就不知道比一百年前多多少倍啊 所以我们得享的根要更老喔 那你们的因缘扎根啊 比成的好多了喔 你们今天能在这里学习啊 我相信你们家庭里面 也是重视传统国 不然你们 应该就已经跑去 happy happy了 铁定员你们父母有重视啊 这个都不是偶然 你们坐在这里是果啊 有果必有因啊 好 好 所以这个 老和尚有讲过 重视胎教啊 出圣人 重视三岁以前教育人出闲人 三岁以后啊 学到君子不错啦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什么都有世界因缘啊 所以大家要趁年轻啊 掌握世界因缘喔 脑海里不能常常起一个念头 我还年轻 这句话是障碍喔 这句话是障碍喔 会瞌睡喔 你们听得懂敏兰话吧 这句话是障碍喔 敏兰话是很美的喔 敏兰话是很美的喔 大家有机会还是要学喔 不然你唐诗喔 那个陆生字读不出来喔 你看 唐诗押韵喔 你稍微念一下就好像要唱歌了喔 一支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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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个押韵念起来都好像快 快唱起来了 好 这这 这 闽南的礼语里面呢 都有很多人生智慧喔 那为什么说不能 嗑谁 嗑谁就是你会以仗 你一觉得 哎呀我还年轻啊 你就不会拥抱静静了 真心一法不利喔 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我还年轻喔 就会影响你的心态 好 告诉大家 六祖大师几岁 你会成佛开悟的你们知道吗 二十四岁 所以你们不年轻啊 你们还剩几年的时间 当然我不能逼你们 效法六足喔 但是学习啊 得比于上者支持啊 你要以圣贤佛菩萨为榜样啊 你就支持敬呼勇啊 就有这个勇猛精精的动力啊 好 第二呢是承传道统 规划圣迹绝学 从这个过程啊 承诺呢 体会到 因为有一句话说呢 目贤当目其心 我们今天仰目圣贤佛菩萨 我们要仰目效法叫什么 他的心精 那比方 这个老和尚也是很幽默喔 我们曾经遇到 刚好有新认识的人 跟老和尚问候啊 老和尚啊 你是哪里人啊 老和尚说 我是地球人啊 我们两个投乡啊 大家一听到哈哈笑 但是老和尚这个话 幽默中有什么 有智慧 代表什么 现在是地球村啊 你哪一个地方污染啊 会不会影响其他地区啊 牵一法动全身啊 所以身为这个时代的地球人 要为整个地球来作响 我们要爱护资源啊 所以老和尚你看这个心境 就是我们都学出来 他的心量包含 他的这种善强的智慧 有缘 跟大家共缘啊 我们都要学这些心境喔 你的一言一想就用得出来啊 那我们从老和尚 为了承传道重所做的事啊 就感觉这种忧国忧民啊 而且是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 你看一开始呢 大量印证经典 一百一十二套世库全书 两百多套啊 世库会要 这个世库会要啊 是给乾隆皇帝看的 有一些被他删掉了 所以世库会要里面有的那种 有一些世库全书没有 因为被删掉了 后来没有缘入世库全书了 所以这个会要也 很有它存在的价值 还有群书制药 这些国学资料都好像是印了一万套 分证给世界各大学书书馆 让经典不知世传 怕有什么大灾难这些经典 往事 因为当时候这个世库全书 好像就只剩下一套半 还是就是 就在我们这个故宫博物院 所以很担忧啊 有什么闪失赶紧拿出来 印 大量印就不会亡失了 那老人家深深体会到呢 中华民主 祖先爱护后世子孙的存心呢 感觉到祖先的爱了 然后以祖宗之心为心呢 那天下无不爱的这些中华民主的俄语了 所以大力提倡汉字文言文 掌握传统文化智慧宝库的钥匙 那我们懂得汉字文言文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跟孔子学了 跟老子学了 这是打开五千点智慧的钥匙 那我以前呢 学习最差的就是中文了 我记得这个我高中联考啊 我们有五科 我扣了八十八分 中文就扣了四十四分 结果大学联考中文也不及格 所以我的中文是有恐惧感的 结果就是后来听了老上说 这是祖宗的爱哭啊 我们居然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 听了也是很惭愧 也流了几滴泪啊 这是惭愧的泪啊 再翻开文言文啊 觉得没有那么难 因为感受到祖先的爱 变清洁了 后来有一个体会 障碍不在外面 在哪里 在自己的心 自己的念头 自己觉得它很难啊 它就很难 自己心境一变来 也没那么难 所以障碍不在外面的话 在自己的念头 只要念头转得过来啦 什么关都可以过 关关难过 关关过 以后大家假如有 哪一关过不去 可以找我讨论一下 因为我已经说了 没有关过不了 只要念头转得过来 对 好 这是我开出的支票 这个要兑现的 好 我们一起跟着老额上学习 大家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 可以互相探讨 这个大学说的 如切如搓 而且老额上的心量跟老祖宗一样 你看大学说 古之律明明得于天下 都没有说明明得于我国家 都是天下 所以进一步希望通过汉字免文 让世界各民主宗教的文化 可以延续下去 因为没有这个工具 各民主的文化都会断 摆在我们面前 其他三个古文明都断了 埃及 印度 古巴比伦都断了 甚至于你看西方英文 莎士比亚的东西 现在要看得懂得就不多了 因为他的语言跟写文章的 这个文字没有分开 那语言一直在变 你写的文章跟你讲的话一样 你看现在很多网络文字 有时候我一听都听不懂 现在还有什么叫 舍口 以前都没听过这个词 你们知道什么叫舍口吗 我们以前没有这个词 所以语言三十年就一个小变化 三百年就大变化 所以你写的文章跟讲的话一样 三百年后就不知道你在写的 你写的是什么 所以你看这是老祖宗的智慧 老和尚说 文言文是世界发明最伟大的发明 那文化的智慧可以传下来 所以希望让全世界都能以这个 把汉字文言文把它的文化传下去 这是老人家平等尊重 希望保留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广大信量 再来为延续古汉语命脉 创办汉学院 那汉学院办了很多 比如说我们国学书院 也都是承传劳量的理念 那像在英国有成立汉学院 在台湾也有跟大学 成功大学中文系 下升汉学组 每一年收六个学生 两个博士生 四个硕士生 已经收了六届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目标 那各地也都有不少老上弟子 在响应办汉学院 在复兴汉学院 因为你印了那么多经典 没有人去深入 那不是变成废子吗 所以不以余力培养 能够读懂讲解 例行经典的汉学师之人才 来承传教统 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讲 人能侯道 非道侯人 不是说 我们拿了很多经书 就能侯道 是我们的存心跟行为 跟经典相应 人家一接触 比方说 我们就是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你的亲戚朋友 接触你 是很欢喜心 哎呀 你最近脾气都改了 不简单喔 你说 因为我最近 跟静空老和上学习 我最近都到孝敬学堂 跟老师们学习 人家就起心心啊 不然我们讲的天花乱坠 但是习气都没改啊 人家说我看这个佛还是别人 所以为人言说啊 这是言在前面啊 说在后面啊 君子信而后见 你看人家里面讲 人家信任你了 你才好劝人家啊 那信 你不能是用说服的 你要做的 让人家很自然的感动啊 好 那老人家有说啊 我纵使牺牲生命 都要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 所以这个是生先世主啊 九十几岁还在为了传统文化 红传奔波 我记得老儿像九十二岁的时候 好像那一年光是飞欧洲啊 就飞了两三趟 当初还有 包含还飞了澳洲 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希望全世界 接上中华民主五千年的智慧 这是老人家 延黄子孙的赤子之心 也是对祖先的恩义 爆炸祖先 也是对后代子孙的道义 不传下去 那后代子孙可能就随波出流了 现在公义主义 享乐主义的力量太强了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啊 它不接上文化 它一染世间的物欲 就变形式走路了 你看 你看假如没有学传统文化 你去念大学啊 但是 这个男女 关系的话就堕落了 有可能 这个大学的殿堂呢 变成造业的地方了 你看 你看 没有守住这些原则 那 堕台就是地狱夜暴啊 所以 这个 要赶快让后代子孙呢 接上五千年的智慧啊 本来人生难得啊 动土 众土难生 身为阎王子孙是很有福报的 好 所以对一切地球众生的仁义 希望众化文明的智慧能利益世界 这个都 都不是未来啊 过去现在都发生了 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大使啊 他们真的把群书制药的教会 他们也是更好上学的 去用在自己的国度啊 都有化解政治危机 马达驾驶家 有一个大使 他当的时候 国家做出了一些事啊 有来跟他讨论 他就举了 过 过而不改 是为过一样 你要勇于 你的百姓承认说 后来当局真的助来 这个整个人心就平静下来 所以这个学术这样也是 老法上说是观世音菩萨救济的 里面都是修身齐家知火平静下的智慧 好 所以大家也发现做观世音菩萨 好 第三呢 是观世世音菩萨 为万世开太平 强调传统化是能自利益他修习治平的学位 所以老法上在二十多年前就知道要办信仆人生讲座 把五门八的讲清楚 所以很多听了 我们极乐寺也有在办道德讲座 五天的七天的都有 像在福州的八月多么大饭店 都办了很多年 很多人学了浪子回头 这个很可贵 当然这个是播种 还要长期寻修 那种子下去了还得浇水施肥 像我们这个学堂 就是长期寻修的机会 大家常常会来充电 那从这个卷智浩凡的传统典籍 选出契合不同绵营阶段的教材 这个都要智慧的 小学阶段圣学更是更 中学阶段十十五经 大学阶段全是这样的 这个次第就很清楚 将整个社会教育所需的重要理论 引导和实际做法明确指出来的 那察觉到现在人最严重的危机 是信心危机 便做出榜样让大众起信 因为他要相信他才肯学路 所以老和尚也是佛不上祖先加持 一个出家人居然站上联合国的舞台 在很多和平会议 把老祖宗的这些修齐治平的智慧 也介绍给全世界 这些专家学者 这些大师们 结果他们听完之后呢 给老和尚说 你讲的是理想做不到 老和尚上面说说 当头一把 体会到 现在最根本的位置是信心 连专家学者都不相信这些理论呢 那怎么可能去学去弘扬呢 老和尚说 那得要做实验给他们看 所以回到家乡呢 办了教育中心 结果才不到一年 教这个伦理道德 离婚率快速下降 犯罪率快速下降 那 这个就证明啊 人之出现很善 人是可以教得好 当时候还有大使们 亲自去访问 所以你做出榜样 让人家相信 包含老上 后来在图巴十几年 团结 当一个宗教 宗族 结果 连和国大使们看了都很感动 后来还跟连和国建议 让人成立 净空之有色 把老和尚这些理念 能够去推广 所以这个 你看做出榜样 才能让大众起信 这个 这个 都是好人做造子一样 都没有气馁 你不信 好 我做实验给你看 包括我们出家 就是有老和尚在前面 给我做榜样 校法师家摩林婆 好好讲学 不会吃不上饭 老和尚当时候出家了 你不敢精灿 你没分之 但老和尚还是相信 藏家大使 教他学释迦魔力法 坚持下来 把佛法洪传到五大洲去了 所以老和尚一生也是都在做榜样 入文息息的 好 这个 在家乡安徽如江配合政府 以灵理道德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示范政治 创办如江文化教育中心 提出和谐世界和谐社会 从我心做起 你看都是从根本做起 用了很短的时间 扭转了社会风气 证明了人之处先本善 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从此社会大众 对众把传统化的信心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从自己的乡里 或者你的社群开始做 我当时候也有想这么做 你让我考上老师 对面这一件我考上来 我以后礼拜六礼拜天 或者每天晚上 我可以在这里教学 结果都被取了 没考上 我才去了大陆 好 这个 大家发心 都得佛菩萨祖宗加持 顺应时代变化 观察到当今商业界 在社会的影响力 提倡有二十个企业 可以真正落实传统化 就能把传统化弘扬开来 这是老人家应激说法的智慧 因为现在是商业时代 好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有感受 道生和夫 他是学传统化的 你看他一个人 在商业界有成就 几千个企业家去跟他学 都不是小企业 你看这个影响力多大 我们台湾 几个大企业角度来 来 落实传统化 这个力量都很大 好 那老人家独具慧眼 点出中国几千年 所以一力不咬 靠的是家文化 但现在传统 以血缘为牛 在连接的大家庭 没有了 于是老人家又提出了 将家文化的精神 落实在企业团体 建立以道义为牛 在的大家庭 将中国传统的家道 承传下来 发扬光大 这个 承德有接触这个山西 有一位企业家 也是姓李 他的企业办得很好 不只影响他的企业 他那个地区的百姓 他都狡猾 办了一个宿舍馆 免费招待下面 他的企业没有人离婚的 我认识一个学生 读初中 国中 他同学 五十个人 只有两个家庭没有离婚了 而且这没有离婚的两个家庭 夫妻都出问题了 只是还没离婚了 所以现在这个享乐功利的时代 你没有学啊 很难不随不足留 所以现在传播这个老祖宗的叫十万火急啊 所以我记得我二十一年前到海口 遇到东北的一对夫妻啊 他以前也在单位 不晓得单位 他说我的单位里面啊 只剩我们夫妻没有离婚啊 哎哟 他说这很震撼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他办了之后啊 真的 把家里这个公司的都当做自己家人一样 没有一对夫妻一文啊 企业里面都办好媳妇表扬 都把这个孝道放开来 很可贵 影响了整个大部传统文化界 企业界影响都很大 所以 确实老和尚开出的这个不是 旧民主旧世界的理念 我们可能发现啊 都能见到力量 好 在将汉学弘扬到全世界 推向联合国的平台 把群书制药选出三百六十句 你看老和尚很用心啊 全数字要五十万字啊 你摆在现代人面前 他就打退堂鼓了 挑三百六十句 每天看一句就好 他一看哎呦 怎么每一句都很重要啊 他就愿意学了 真的好人做到底了 翻成多种外国语言 送给各国大使和官员 像德国很重学问的 也翻成德文啊 哇 他们政治界啊 学术界高度肯定 这一本书 好 这老人家以至深得丰 敢得世界各国 政要官员大使的姓名 商议博士吧 这个我都遇过啊 在老和尚的客厅 来来来清场啊 待会有大使要来问内政啊 我们不能听 请出去 你看文语里面 有学生问子贡啊 夫子自于四邦于 必闻取正 求之于亦予之于啊 夫子温良恭敬让以德之贡 就是说有一个学生 奇怪了 为什么孔子去过的地方啊 那个地方的国政孔子都知道啊 老师是怎么知道的啊 因为孔子的德行学问啊 让人家能把国政跟他请教 不担心会有什么问题 就很佩服孔子的修养 还有他的学问 可以知道人家的内政啊 所以我们看论语啊 看华严经 看无料寿经啊 很容易理解 你看着这些记者想想老和尚做了什么 哇 马上他就变得很立体了 所以老和尚是把大神经 演出来给我们看 你看宗教的问题是最棘手的 老和尚很短时间 在新加坡就把九大宗教团结起来 后来又到澳洲去团结 那个宗教更多了 好 好 所以这个 与各国大使交流 希望推动建立全世界的共识 帮助全球走向安定和平 对世界政坛乃至世界的走向 造成尖合爱 造成的重要影响 老和尚一表演给我们看到 人身至无 谁无事 流取占星造汉寺 可是也造了世界 造了国家民族 也造了佛门 造了传统的话的历史 成德也相信 他让人家一代使教 还会继续利益当前和后世的众生 我们拭目以待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